近年面临资交压力的阿居乐 继早前已是仰价沽出九郎堂物业 还逼别墅后 在港岛由他指公司全数持有收购成本高达33亿港元的 质月冲住宅地盘 也沦为银主盘 并委托第一太平江开邀约出售 意向邀请截止日期是10月2日 这个地盘位于质月冲英国道992日至998日 及黑甲山道2至16日 轮件质月冲市政大楼 前身是公务员合作社 阿居乐至2017年期收购这些地盘 其中质月冲英国道的地盘在2017年12月以4亿元购入 而黑甲山的地盘质在2020年10月以底价4.52亿元 透过私人拼购和强拍统一了业权 成为全港首个经强拍形式统一业权的前公务员合作社的项目 两个地盘合併后总收购成本高达33亿港元 地盘缺点扣近三波 受限于地下是港铁隧道 地盘整体可利用的空间不多 而且后续发展需要补地价 地盘的优点是有铁路优势 由这个地盘步行到港铁质月冲和太古城站 大约5至7分钟 加上地盘完成了合平程序 发展上有规模效应 又完成了第一期的平整工程 据资料显示 整个地盘的面积接近5万平方尺 涉及可见的楼面是44.8万平方尺 项目在2020年向城规会申请 防宽建筑高度限制 建筑物高度由原先的120米 防宽度142.5米 以兴建两栋楼高28层到35层高的分层住宅 约提供600个住宅单位 平均每个面积是714平方尺 另有7535平方尺的非住宅楼面 作为会所或商场 而这个申请在同年底获得成规会的通过 地政总署也批出了相关的基础条款 基本上接手的发展商 无需费心处理复杂的规划和批地程序 便算省了一不成本 之后再补地价即可含接后组的发展 即是可以进行打地基和开始兴建物业 项目未计保地价的估值是15亿到27亿左右 每方尺的楼面面积大概是3300到6000元 在港岛这个地价不贵 相信也有不少的财团有兴趣 冷手执个热尖堆 为什么这个地皮会变成银主的地盘 市传在2022年的6月 亚居乐用持有这个地皮的香港子公司作打压 向尽安实业主席黄德聪、收纽大王陪亲集团主席的杨细寒 以及独立的第三方作为甲层贷款人 借了8.94亿港元 年利息20亿为期24个月 并附带选择权 贷款人可以将甲层贷款转换为公司的股份 加一下时间 刚好是这笔甲层贷款到期没多久 亚居乐没有公布后续是如何处理甲层贷款 今次的地盘被接管是否与这笔贷款有关呢? 我们简单做一做的数学题 8.92亿的甲层贷款放在总收购成本的33亿之中 借贷比率大概是27% 总体不高 但是甲层贷款的年息高达20厘 这个就相当拿命 即是每年只还息都要1.8亿 到期年息及本金是接近12.5亿 借贷比率一下子拉高到38% 已过了总成本的三分一 这个融资的利息是相当高 或者有些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夹层贷款 它通常是风险和回报介于优先债券 和股权之间的融资工具 它结合了债务和股权融资的一些特点 即是除了还钱之外 还可以用债务去应收股权 通常是企业在融资时 向银行借不足钱 就转去找一些夹层的机构 当年摘成哥中环中心那班买家都有做夹层融资 事因近年香港的经济收压 银行收水 有相当多的公司在银行借不到钱 转投了这些夹层的贷款去泊水 夹层贷款对比一般的银行贷款 第一个特点就是利息特别高 平坦地也十利息以上 第二个特点就是贷款方通常都是富豪、投行 甚至是私务基金 他们更倾向有抵押的高回报贷款 问题就是这些夹层贷款的利息超高 如果经过的情况短期没有改善的话 这笔贷款就有够命钱变成夺命金 都会变成另一类型的经济炸弹 一般个人就有银行主盘 公司的形式就有银行主地盘 除了个人要做好风险管理 公司层面也要做好风险管理 你又觉得是怎样? 今天的时间就有这么多 我是路易消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